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道 马斯克意外访问北京和李强会面 周日4月28日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 在未经事先宣布的情况下 突访北京和中共总理李强等高级官员进行了会面 据报 马斯克正在推动北京批准特斯拉 在中国市场引入全自动驾驶FSD 同时也寻求中共允许特斯拉 将数据传到海外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 证实了他周日与李强进行了会面 路透社周日稍早 根据航班跟踪应用程序的显示报道说 马斯克的私人飞机当天抵达北京 对中国进行的一次令人意外的访问 2018年 特斯拉与中共当局达成了在上海建厂的协议 这是其在美国以外的首家工厂 4年前 特斯拉推出了FSD 这是其自动驾驶 AutoPilot软件中自主性最强的版本 但至今尚未在中国市场推出 尽管客户一直在敦促他这样做 马斯克本月在回应社交媒体 平台X上的相关询问时表示 特斯拉可能很快向中国的用户提供FSD 小鹏汽车等中国竞争对手一直在寻求推出类似软件 以获得相对于特斯拉的优势 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 马斯克正在寻求北京批准将在中国收集的数据转移到海外 以训练其自动驾驶技术的演算法 行业专家表示 中国具有复杂的交通状况 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比许多其他地区都多 这提供了更多的场景 这些场景对于更快的训练自动驾驶演算法至关重要 自2021年以来 特斯拉已按照中共监管机构的要求 将其在中国收集的所有数据储存在上海 并且没有将任何资料传回美国 中共央视 CCTV在报道马斯克与李强的会面时 没有透露两人是否讨论了 FSD或允许数据传到海外的问题 据央视消息 马斯克是应中国冒粗会的邀请前往北京访问的 并且在周日下午抵达北京后 先与冒粗会会长人洪斌举行了会晤 马斯克近日表示 特斯拉将利用其现有的电动车平台和生产线 推出新的、更便宜的车型 并将提供一款采用自动驾驶技术的新型机器人继承车 他本月在X平台上发文说 他将于8月8日推出机器人继承车 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 知情人士透露 马斯克正在寻求说服中共监管机构 允许特斯拉为中国客户提供FSD功能 知情人士说 马斯克希望将数据传输到美国 以创建一个更大的数据池 更好的训练驾驶驶辅助功能 鉴于中共将保护此类数据视为国家安全问题 这可能是一个棘手问题 随着消费者对电动车的需求降温 特斯拉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报告今年第一季营收下降和利润大幅下降后 该公司正在全球裁掉超过10%的员工 马斯克此行恰逢北京车展 该车展于上周开幕 并于5月4日结束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